在世界不知道未来 还会有什么贡献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 慢慢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慢慢想要 天亮了 我不知道 在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 长这么大 有没有对父亲或母亲 说过一句 我爱你 其实现在就可以 对他们说我爱你 没有在身边 没有关系 一个电话 很简单一句话 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说呢 在生活当中可以说的 都是中国字 都是我爱的 好 回去好好过 有什么成绩 再跟自己的父亲汇报 如果将来有了爱情 也可以到这来跟我们汇报 好 我们可以帮助你 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请回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完美 告白 小心 小心 哎 还要出来 天亮了 丧失亲人的痛苦 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流失